制作大肉 阵仗可不小 肉一定要选得够大 选取整块的新鲜五花肉 煮至五成熟后开始上色 抹过蜂蜜的五花肉已经变得红润油亮 这时再将大肉下入油锅 炸过的五花肉表皮整个变得金黄酥脆 色泽诱人 同时散发出浓烈的焦香 大肉更要大刀配 一刀下去 每片肉长约一长 宽约一纸 肥瘦相间 枝香诱人 贤大哥说 大肉就是越大越过瘾 它还会根据肉的宽度 来调节所切肉片的厚薄 保证每位顾客 吃到的肉量是一样的 切好的大肉还要大锅炖 冷水入锅 放入老抽 还有必不可少的白糖 炖至烂熟后 加入适量盐 大火收干即可 炖出的大肉鲜香软糯 甜咸相宜 带有浓郁的江南菜肴风味 晚安 就会 让我� HAVE 了 기로